各位同學,我們很快來到2012年DSMASYP2第45條 這條是最後一條,我個人覺得是很難的 我印了2014,類似出了一條題目 X1-X,不是X100-X50 也要計算,min,variant,interquartal range 我們看看最後一條題目 M1,R1,V1,就是min,range min是加 over n,range是最大減最小 v是variant,of group data,X1-X100 留意,這裡不會是由小到大排列 如果有的話,就容易很多 如果M2是M2,R2,V2,是min,range,andvariant of group of numbers,X1-X100 再加多過M1 M1很明顯就是這個min 那它說明這三個是哪個是正確 我們要計算M M1是怎樣計算 LetA是LasetData,B是LasetData 即是多了M1 M1就是X1加到X100 over 100 M2就是X1加到X18 再加M1 over 101 你留意,這裡X1-X18 這個數字和這個一樣 所以把它放進去,就變成100個M1 所以這個東西,這個東西 就變成100個M1 有充足負面 我想只是Data N1的M1 R2 今天這個是咖曲与M1 Nah,人數共用V2 所以我們地方位置 Tata 基本欠用Data 這裡可以選擇 範腦 Tw1 弱化 是最大或最小的,一定不會是最大或最小 因為平均一定是Line between x1至 x100 所以A的最大和最小,和這一組的最大和最小是一樣的 我先計算了Variant,不好意思 說多一點也不要緊 Variant是x-min,x1-min2加x2-min2加x100-min2over100 這是V1 這個大比多少呢? 因為我加了M1-M1是0,全部都是一樣的 這塊是0,沒有影響 但我將份母由100變101 份母大了,數字只小了 所以V1這個數字是小於Linepad 而我們再細心一點看看 因為M1和M2一樣 所以這塊都是M2、M2 全部都是M2 所以這塊是V2 所以V1比V2大 所以3不正確 1對3不正確 1對3不正確 所以這塊數字就不用選擇了 我們再看看2為什麼是正確 剛才我都說了 這組數字的最大和最小 和這組數字的最大和最小 是一樣的 原因是M1 這個M1是min 除非全部數字一樣 否則一定是Line between X1-X100之間的某些數 所以M1是M1 M1是Line的對數字 所以M1是Line的對數字 所以每個範圍是一樣的 所以答案很明顯就是A 就是這樣簡單 多謝各位同學,我們到最後 我終於把所有DSEMAS的題目都插發 各位同學,如果有問題,可以在留言 希望各位同學訂閱 分享我的影片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各位同學,再見,拜拜